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一些同代的人会说 你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 当年的梦中情人 你就觉得挺负担的 因为你只不过是个真人 你不是个女神 你跟真人一样 你也要老去 也会失去你的容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负担 当人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会让你失望 我也自己有点失望 所以自己失望是什么 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友谊的开始吧 会觉得让对方失望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因为他期待的是个女神 女神在哪呢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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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o,what? 就我真的是看着他 看着他我就溜手了 就是会有那种说 哇 怎么这么美好 然后那么性感 就是他特别优雅 那种状态就让我觉得说 原谅我们不是以友谊 开始的最佳方式 来感受这位老朋友 陈冲 像医生吗 雅妹吗 你身体好吗 很好 在北京 在毛主席身边 陈冲制造的电影《青春》 是陈冲的荧幕起点 摄影师沈熙廷评价说 陈冲那张脸 既可演功能兵 又可以演资产阶级 1979年 电影《小花》上映 这部影片在当年 有三亿人观看 哥哥 小花 一夜间 陈冲被推上了 全民女神的位置 成为了最年轻的 白花影后 小花 哥哥 满街是小花的脸容 月份盘上 是陈冲捧着金鸡脚 白花脚的照片 有一次陈冲上街 看见电影店门前 两个广告画家 正将她的脸带 一点点描摹出来 那眼睛过分大了 她突然感觉 这个巨大的美人头 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 她的本质 是另外一回事 她的本质 是一个每天嘴里 念着英文德文的 18岁少女 一个读服事德 读变形迹的 上海外国语学院 大一学生 一个怕胖又贪嘴的女孩 1980年夏天 陈冲给来自美国的 电影艺术代表团 当翻译 其中一位教授问她 你考虑过到美国发展吗 回到家的陈冲 一边听着猫王的磁带 一边萌生了念头 我要去看看 世界的另一边 1986年 她被想于世界的意大利导演 贝托鲁奇看中 出演了后来荣获奥斯卡 奖的史诗巨作 《末代皇帝》 开拍前 贝托鲁奇说 我把中国最好的 两位演员都请到了 一个是尊隆 另外一个就是陈冲 90年代 陈冲出演 由戴维林奇指导的 《双风阵》 这是当时全美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在美女大乱斗的塔斯里 唯一的东方面孔 惊艳重人 除了出演作品 陈冲首支导筒 也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 并成为首位在好莱坞 指导主流商业片的 怀疑女导演 今年陈冲指导的电影 《世间有他》上映 讲述了疫情背景下 发生的三段故事 陈冲所指导的部分 是个暗情故事 年轻的情侣 在疫情阴满下 经历了生死离别 最后的时刻 只能用手机 作为情感的载体 探讨的是生命中的无常 这一次怎么会想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想对每一个人吧 都感到很大的冲击 最热闹的大城市里的 最热闹的街道 完全都荒芜了 觉得预示到什么 美术总监普罗姆 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交流 然后他发给我一组绘画 那应该是哥本哈根的街道 在好像很日常的街道 也好像是日常的光线 但是又显得那么令人不安和诡异 和有某一种预示 对人类本身的一种预示 那么他是在我们疫情前 十五六年的画的 就在疫情期间 在看这些画的时候 你会更感受到他的力量 失去了人群的街道 跟手机上传来的 他又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他有了他形而上的意义 五月的时候 美国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这个也是 这一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吧 我也是 我回家探望父母的计划 也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往后延 那这种担忧 这种思念 这种放逐的感觉 就有了很深的体验了 那么我寻找故事的时候 最终落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也就是碍于失去 当我看到了网上 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女孩子离开了 没想到 就是一个很随意的告别 就没想到 就永远没有再看见了 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其实一个人要有一个挚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幸运和幸福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么失去挚爱 应该说吧 对任何一种失去来说 这可能也是最巨大的 所以就提炼了 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选择它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手机 其实它不是一个恋爱故事 它是一个女孩与手机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 跟丈夫交流的 跟孩子交流的 也跟远在上海的父母 这样交流 对 然后电影拍完之后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无法感到身边 其实也是这样说的再见 电影里我写到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最后一段对话 这个其实后来 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发生了 医生和我哥哥就说了 你要赶回来再隔离三周的话 是不可能了 然后他一周都在痛苦当中 我就怕他是不是在等我回去 所以我就在手机上 跟他视频就安慰他 就说就可以放心地走 不要牵挂 我们都很好 我就是这样看着他走了 所以这种痛苦 也从手机当中 得到了某一种安抚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拍的电影 我看了很多 您回应母亲的文字 很多人看到我母亲的照片 或者看到我怎么讲母亲的故事 就说对啊 那你母亲是比你要高雅 比你要漂亮 然后比你要聪明 他对书本的热爱 他对自己科学的热爱 我从小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当中生长了 陈冲的名字 是外公张昌绍给取的 意思是第二个阿忠 阿忠就是陈冲的妈妈 著名的药理学家张安忠 小时候母亲会拿出英文的 畅销小说给她讲 朴素的家中有两面墙 摆的是各种书籍 在热闹浮躁的演艺圈 陈冲身上有股与众不同的 致行美 这种气质也来自母亲的渲染 我反正所有的事情 都会跟她讲 她会跟我讲 她在阅读的书 在弹的曲子 最近在唱的歌 其实我觉得就是 音乐和文学吧 就是拯救了她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她在最后一次 在事业上遇到一个 很大的挫折 刚刚退休的时候 很困惑 一辈子对音乐的热爱 和对文学的热爱 她又重新再捡起来 他们的一群同学 就是到老年以后 还有信件来往 上面就写了说 你跟我说 你看了某一个段落 某一本书 会激动好几天 说我也有这样的同感 就是他们到了这种 都八十岁的年龄了 八十多岁的年龄了 就是互相之间的 就是信件交流 有很多精神的那种融会 经历了这样的一生以后 还能够那么天真 她的心很纯 她第一次读《洛丽塔》 就母亲从中得到的 并不只是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人物 一个非典型人物 她的这份激动 是对文学本身 真的是我没想到的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我原来也会想 她是个很传统保守的人 会不会就是 就很恶心 就是这种行为 那么那么猥琐的行为 但她看到的不是这个 但她从书都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东西 我就很欣赏 领会到的是书的精神 所以这个是母亲的一个特性 我看到您说 妈妈带着你一起躺在地上 是拖完地板之后 躺在地上 去听那个英文广播 对 那个好触动我呀 因为上海很热嘛 我们也没有电扇 也没有空调 其实这是损坏地板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管它 就是总是把地板拖得很湿很湿 这样的话很阴凉嘛 就直接躺在地板上 就躺在那儿学习英语 听那个广播英语 有一些事情会经过时间的沉淀 它仍然是清晰地在你的头脑里 就是这些时刻 因为我知道 用石托把拖地的时候 它很快乐 平时一般都是自己在打理 对啊 自己化快 您如果是化妆的话 大概用多长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最多 您的这种技能是可以搞定还是 这不是什么技能 这怎么是技能 但真的啊 有好多人他自己没办法的 一定要有人帮着打理 帮着化妆弄头发等等的 主要是因为您的那个就是天生 本身条件各方面比较好 所以容易上手 就是比较马虎 就是比较马虎 那如果平时出去呢 就是像是如果电影宣传啊 等等的这些都是您自己的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 有什么搞活动啊 或者怎么对 会有人 但他们一弄就什么一个小时 时间来讲对您更宝贵一点 您应该拿这些时间做点什么 随便做点什么发呆都比您好 我这样子跟你聊下来 我觉得您是会 完整的和特别女人的女人的 让我留神的一个状态 我是发现内心的 我不想要恭维 是真的 是会有那种很迷人的一个气质在 但就是因为好像美也会被很多人误解 会带来很多的原罪 我小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不美 当时谢静就说 哎呀说这孩子是不漂亮 但是很有个性 就是选我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在洛杉矶刚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那所有的餐馆里的女招待都很漂亮 他们都是 然后你去饰演的时候 几十个女孩子在那 好多都很漂亮 那边漂亮的人聚集的地方 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漂亮 你会觉得自己很丑 很没有安全感 看到自己的是缺点 对 因为你永远都会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后看到别人比你长相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无地自容 很没有安全感 这可能与生俱来的吧 在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地获得了 另一种自信和肯定 包括 这自信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就是说 反而老了以后 就成熟了吧 就是也可能是人生经历所给我的 就现在的不安全感 就比我25岁时候的不安全感 要少很多 就是回头看 我说这女孩子还真的蛮漂亮的 但是这好像她是另外一个人了 就是从我这个年龄 再回头看的时候 但当时真的不这么觉得 90年代 陈冲从一度是好莱坞片成最高的亚裔演员 陈冲传里写道 庄衬 是个不爱化妆 不穿明星型头 爱开敞篷 往脚丫到海滩上买螃蟹来煮的人 这个32岁的女子被杂志记者形容成爱陶学的孩子 因为当年可能还在文化冲击当中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跟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实在是相差太大 所以人在非常非常困惑的情况下 所经历的各种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您经历和承受过的 其实我也写到过一些 就比方说到了新的学校 当时我们排练那个《中夏夜之梦》的时候 看到同学之间排练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一对两对人这样在那亲密或者怎么样 然后其中有一个演员老会来骚扰我 那我会很困惑 我会说不知道说就是我这样不正常 还是他们这样不正常 我不知道什么是社会的标准 那个规范连接在哪 对 我不太懂所以就很紧张 令我很紧张 很害怕 后来再见到这个演员的时候 我见到他我会发疹子 我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红起来 就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就紧张到人的立架会停你知道吗 医生就说你会停个半年这样 刚刚到那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 81年我去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们还了解一些吧 不管怎么说 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了 实在太困惑了 然后我发了疹子以后 我去医务室 然后医务室的那个医生 他说你有没有吃什么 接触什么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可能是过敏 然后我说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 从中国来的 我也是事后才想到的 他可能就觉得你肯定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就说 得看看你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叫你脱衣服 男生还是男生 男的 然后你不懂吗 你不知道吗 你就现在回头想 这就是骚扰吗 都是阴暗的恐惧的记忆 就是觉得太可怕了 当然这种事情 以后也没有再发生过 当我刚到的时候发生过 我就会觉得太恐怖了 陈忠曾说过 来到美国之后 他迎来的是理想和爱情的死亡 很年轻的时候 往往就是陷于各种爱情吧 就在这种疼痛当中 或者感到抑郁了 或者 那那个时候如果说 有一个饰演的机会 那我就赶紧起来 把剧本看了 然后洗头洗脸 打扮好了出门 所以其实就是说 电影给我的 是这样的一种拯救吧 把我从生活的泥潭当中 多次地拎出来 他给了我这样一个 一个比较抽象的追求的 这样一种快乐吧 摸带皇帝之后 陈忠真正爱上了电影 而后无论是做演员 还是做导演 他始终在追寻着 那份诗信的表达 他曾这样形容那位 英格历史里的英语老师 他没有按照时代的脚步 像一头牛那样生活 是按照一个永恒的脚步 在生命的路上走 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一下子出了名 获得了很多的成就跟肯定 然后你又进行了 人生去学习的选择 等等每一步 似乎总是可以保持人间清醒 我会对比方说突如其来的名誉 宠爱会有问号 因为很小的时候 经历了家里的跌宕 可能都有 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可能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您的这一种过早成熟 和永远还可以保持那份纯真 是什么令到您可以这样子做到 两者共存一体 我会有某一种坚持 就是会有某一种忠诚 我不会因为说时代 把他们抛弃了 我也把他们抛弃 就是对这样一个品德也好 品质也好 我会有这样一种忠诚 所以可能就 就是纯真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我觉得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 是你觉得永远不会放弃 其实就是你在 每时每刻的判断当中 它都存在的 其实我觉得我母亲是那样的 对 你也可以说是 一个不务实的人 就永远有一份纯洁 就没有被时间所限制 底气来自于什么 没有什么底气 就人生本来的需要 因为我觉得 其实尤其在这样一个世道 还有战争在发生 我觉得唯一的拯救的力量 就是爱 除了爱没有别的 只有这一个字 就是这份严肃和天真 让她也收获了 她最向往的礼物 一份笃定的爱 一个坚实的家庭 在大女儿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陈冲想起了 纪伯伦的那句诗 你们是公 你们的孩子 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矢 陈冲给这首诗 补上了一句 不管飞到多远 剑都不会忘记 那把为她弯曲的功夫 然后我特别爱她 就是那个出现和离开的状态 就是她一个人背个包 穿个黑色大衣 戴个口罩 然后就出现了 然后又很自在的一个人 这样子离开了 然后也没有过多的照顾 也没有庞大的团队 你很难把它和那种 你想象的那个巨星 连接在一块 对 然后我那个朋友 还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你非要在 这个节骨园里边去出差 然后还要旋风24小时 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说为了一个人 好浪漫 好久没有为一个人 做出那么多的事情 对 为了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接着为您播出 五粮夜十式自动车